美國十年期公債值利率 週四漲破了百分之五 再創十六年的新高 包括了摩根什坦利 華爾街的投資銀行紛紛高喊 債市的甜蜜點到了 但是現在連聯準會 也摸不準美國經濟的走向 要斷言現在進場 就能鎖定債券價格的最低點 還有債息的最高點 恐怕是有點難 聯準會的主席鮑爾 週四在紐約經濟俱樂部 發表了談話 發生了一個插曲 有幾名主張氣候正義的環保人士 衝到台上來抗議 打斷了演講 使得鮑爾一度下台離場 而整個市場的反應很有趣 鮑爾一開始表示 就業市場跟通膨壓力 正在減緩 似乎暗示十一月不會升息 激勵了美股上漲 美債的殖利率回落 但是在演講被抗議中斷 又重新開始之後 鮑爾卻花風一轉 表示經濟活動 如果依舊太強勁 不能排除必須要進一步升息 瞬間交習了 投資人開心的情緒 美股應聲下跌 美債的殖利率又掉頭往上衝 因為這代表 即使聯準會十一月 繼續暫停升息 十二月或者是明年初 仍然可能再度的升息 降息自然更是遙遙無期 我們看到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一度飆破了5% 之五是兩千零七年七月以來 第一次出現了五字頭 摩根什坦利的分析師就說 現在就是絕佳的買點 因為殖利率再繼續漲 就會超過大摩認定的合理水準 同時大摩也預期 從去年年中以來持續倒掛的殖利率曲線 也會逐漸的回正 而最近美債的殖利率狂升 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就連鮑爾也肯定殖利率高漲 是有助於緊縮金融情勢 這就代表可以降低升息的必要性 但是目前債市的多空並存 最明顯的利空 是美國政府的預算赤字需求大增 那供應量增加的話 價格自然就會下跌了 不過升息循環的末段 往往是投資債券最有利可圖的時候 許多投資人都相信 這一波升息就算再升息 頂多只會再升一碼 理由是之前的升息效應開始顯現了 美國經濟接下來會明顯的放緩 而景氣一旦惡化 美債將會受到避險買牌的支撐 另外中東的地緣政治動盪 將會推升避險的需求 使得資金湧入 帶動美債的價格反彈 但問題是這些利多因素 不確定性太高了 至少以色列跟哈馬斯開戰以來 美債仍然是持續的下挫 殖利率連連的刷新高點 就連鮑爾也不敢斷言 截至目前的升息究竟有沒有對經濟產生 足夠的緊縮效果 在任何任何用作為 老多數的升息 都會有壓力 有壓力 老多數的確定 破壞